胡彦斌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的风神之作月光 竟然被广电总局盯上了 2007年动画片《琴时明月》的出品人 在筹备这部动画的音乐 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胡彦斌 认为胡彦斌也许就是那个最合适的人 于是就邀请胡彦斌担任这部动画的音乐总监 胡彦斌在看完整个动画之后 创作出了一首《月光》 和动画片非常符合 不管是意境还是旋律 都非常优美 这首歌一上线就火爆了全了 也让所有人都看到了胡彦斌在音乐方面的实力 胡彦斌原本就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 这首《月光》之所以能给大家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 主要也是因为这首歌的旋律曲调非常优美 除了优美之外 曲调还婉转复杂 根本不是一般歌手能唱的了 不少网友在听完这首歌后 纷纷调侃《月光》这是没有给其他歌手留面子 之所以把曲调写得这么复杂 就是避免有人会翻唱 不过这只是一句玩笑话 《月光》这首歌到底有多优秀呢 要知道大家平时在看影视剧作品时 基本上都会跳过主题曲 然而《月光》一上线 网友们纷纷评论 这是唯一一部不会跳过主题曲的剧 可见大家对这首歌到底有多喜欢 从2007年《琴时明月》首播开始 《月光》就一直都是这部动画的主题曲 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 这一点从来没有变过 其实制作方也曾经想过改变过 担心大家听这首歌没有新鲜感 当初再到了第五部的时候 制作方想要换一位歌手 还曾经邀请张信哲演唱一首古风歌曲 但就在一切都准备好了的时候 歌迷们却不同意了 在歌迷看来 没有比《月光》更适合这部动画的歌曲了 制作方无奈之下 也必须遵从粉丝们的意思 最终还是使用了《月光》这首歌 要知道当年胡彦斌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 付出了很多 特意调整了整首歌的基调 才能和这部动画搭配上 在歌迷看来 假如主题曲一变 那么整个动画的感觉也就变了 制作方也是看到了《月光》成印 因此就继续沿用了这首歌 也许连胡彦斌本人都没有想到 自己创作的这首歌竟然会这么大受欢迎 不仅歌迷们这么喜欢 就连广电总局还盯上了自己 广电总局看到胡彦斌创作的《月光》这么优秀 就提名为中国原创动画作品 即创作人才扶持最佳动画歌曲奖 相信得到这个消息后 很多歌迷都非常激动 这就说明胡彦斌的实力终于被大家看到了 其实早在这首歌曲之前 胡彦斌的才华就是公认的 他在很多年前就出道了 本身就是一个创作型的歌手 除了《月光》这首歌之外 胡彦斌还有很多优秀的作品 相信很多歌迷都听过胡彦斌的红颜吧 这也是一首带古风感觉的歌曲 早在很多年前 这首歌就红遍了大江南北 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 而这首歌想必也只有胡彦斌一个人能唱好 歌曲中的很多转音以及高音 对于任何歌手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但胡彦斌每次都能演绎的非常好 当年胡彦斌就是凭借着这首歌 走进大众视线当中的 不知道有多少人记得 胡彦斌曾经登上了歌手节目 他在节目中的改编歌曲 每一首都被他赋予了新的生命 尤其是李宗盛的《山丘》 要知道这首歌本身就非常难唱 但胡彦斌一开口 就把所有人都拉进了自己的世界里 这是非常难得的 其实我来胡彦的这个经历非常曲折 我面试了三次 然后才入学 去年马校长也说了一句话 说我们胡彦不招明星 我突然就明白了 之前两次面试不是我企业做的不好 而是胡彦在等着我过气 胡彦斌为何挤破头 也要加入马云创办的胡彦大学 马云作为一个企业家 不仅创办了大家都熟悉的阿里巴巴 曾经还创办了一所学校 名字就叫胡彦大学 而这所学校和胡彦斌还有一定的关系 6月28日 一段胡彦斌在胡畔大学的自黑市演讲视频曝光 从视频中我们可以得知 胡彦斌对胡畔大学非常感兴趣 但是要知道马云专门为这所学校设立了门槛 一般的企业家是进不去的 更别提向胡彦斌这样的歌手了 胡彦斌表示自己面试了三次 才终于如愿以偿进入到胡畔大学中 那么胡彦斌的经历为何这么曲折呢 相信很多人都觉得 胡彦斌的企业做的不够大 其实并不是这样 要知道马云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不招明星 胡彦斌也调侃自己 胡畔在等着我过气 等到自己不是明星了 就可以顺利进入胡畔大学了 不少人在看到胡彦斌的这番演讲后 纷纷夸赞胡彦斌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面对大家的夸赞 胡彦斌从来都不会骄傲 一直都是那么谦虚 还非常幽默 更加表达了胡彦斌作为一位企业家的自信 胡彦斌作为一个专业的音乐人 还特意为胡畔大学创作了歌曲 比如大家都熟悉的凡星 就是胡彦斌特意为学校创作的歌曲 这首歌的歌词非常具有正能量 也表达了胡彦斌积极的态度 相信很多人对马云的胡畔大学都比较了解 这所学校不是想来就能来的 目标学员为创业三年以上的人 而且还必须赚过大钱 才有资格进入这所学校 可见这所学校的门槛到底有多高 而胡彦斌可以顺利进入这所学校 也看得出来胡彦斌不仅是一个优秀的歌手 还是一位成功的商人 马云不会因为胡彦斌的明星身份给他开绿灯 足以说明 胡彦斌是有一定经商头脑的 他是靠着自己的实力进入的湖畔大学 那么胡彦斌是做什么企业的呢 作为一个专业的音乐人 当然是创办音乐学校了 从2016年开始 胡彦斌就开始创办自己的学校了 致力于发展音乐教育 在胡彦斌的学校里 还诞生了很多新生代歌手 比如大家都熟悉的庄心炎等等 胡彦斌本身就在音乐方面有很高的成就 在华语乐坛的地位也很高 因此不少学员都非常信任他 认为在这所学校肯定能学到东西 果然今年4月 该校就有三名学员 凭借自身的实力考进了伯克利音乐学院 而除了创办学校之外 胡彦斌还是一个商人 名下有好几家公司 发展的都不错 胡彦斌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学的人 他知道知识是抢不走的 多年来一直在专心学习 恶补知识 曾经因为学历让胡彦斌自卑了很长一段时间 他在某节目上大方承认学历造假 胡彦斌表示自己从来没有上过大学 网络上的学历其实就是假的 那都是演艺公司包装出来的 要知道娱乐圈有很多明星 都巴不得别人以为自己是高材生 比如翟天林 若不是他非要给自己力学霸人设 也不会翻车翻得这么彻底 没想到胡彦斌还故意承认学历造假 这件事本身就是需要勇气的 不过对于胡彦斌来说 也许面子并不重要 诚实才是最重要的 从胡彦斌的经历就可以看得出来 学历和一个人的能力无关 16岁的时候 胡彦斌就参加了新人歌手大赛 从此正式进入娱乐圈 出道后的胡彦斌 在事业发展方面一直都非常顺利 他创作的音乐也得到了歌迷们的一众好评 自从出道之后 胡彦斌身上就鲜少有过绯闻和黑料 基本上都在专心创作音乐 在音乐方面取得成就后 还特意创办了音乐学校 培养更多在音乐方面的人才 这样的歌手有谁会不喜欢呢 可就是这么优秀的胡彦斌 至今还是单身一人 甚至还在网络上公开征婚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身价上亿却娶不到媳妇 胡彦斌到底有多仇价 2012年胡彦斌在30生日当天 把自己的信息挂在了婚恋网站 这是要全网征婚了 看来胡彦斌是着急的不行 事件曝光后 大家很快就讨论了起来 不管怎样胡彦斌都是一个大明星 早在很多年前胡彦斌就是一线歌手了 这么多年来 在音乐方面的成就 让胡彦斌积攒了无尽的财富 而且胡彦斌还是一个很有经商头脑的人 名下有那么多家公司 不仅有才华 还是一个十足的有钱人 胡彦斌在北京上海寸金寸土的地方 拥有六套豪宅 家里的豪车也有好几辆 就连私人飞机都不在话下 这么好的条件 竟然连女朋友都找不到吗 还得从婚恋网站上找 这件事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 有媒体记者询问胡彦斌 胡彦斌也没有觉得不好意思 反而是大大方方承认 看来胡彦斌是真的希望身边能有个懂自己的伴侣 不过这也并不是一个好办法 毕竟胡彦斌的知名度太高了 谁都认识他 很多和胡彦斌相亲的女性 最后都变成了胡彦斌的粉丝 这也让胡彦斌感到很是无奈 眼看婚恋网站上找不到对象 胡彦斌又盯上了《非诚勿扰》 要知道这档节目本身就是相亲的 其中的很多女嘉宾也非常优秀 胡彦斌觉得没准可以在这档节目里找到真爱 可是胡彦斌把自己的需求告诉节目组后 却遭到了节目组的拒绝 虽然在这档节目里 说不定真的能找到对象 可节目从开办以来 还从来没有明星参加过 因此对于胡彦斌的热度和明星身份 《非诚勿扰》节目组还是把胡彦斌拒至门外 从胡彦斌的一系列行为就看得出来 他真的太想结婚了 不过按照年龄来看 胡彦斌也确实该结婚了 可缘分是不能抢求的 这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事 就算是家里人在着急 心急也吃不了热豆腐 还是要耐心等待 渴望婚姻和家庭没有错 但也必须找一个合适的人才行